這邊有一整疊信封 他們要決定我們要去哪 好好玩喔 好像在玩密室逃脫喔 現在吃完然後可以準備來開地圖的卡片 我會哭 我會很開心的看片 你要補好我 你真的要補好我 我會保護你的 影片開始之前 要幫我們訂閱 按讚 跟開啟小鈴鐺唷 頻道會員全面優化 歡迎加入貝果鍋 大家好 我是開卡 我是貝拉 我們就是阿卡貝拉 反著手喔 今天呢我們的主題是 經紀人決定約會一整天 我覺得很期待耶 不用想任何行程我覺得好讚 這邊有一整疊信封 他們要決定我們要去哪 讓我有期待感 我剛剛以為他寫愛耶 原來是一的意思 對 我剛剛以為什麼I love you 但我以為他寫什麼I love you 然後Forever之類的 然後才這麼多張 我們現在來看第一張是什麼 早安 被操控的一天 先從挑選一張顏色開始吧 顏色 應該是這張是500 然後這張是2000 然後這張是1000 三個顏色 那我當然選2000啊 那我當然選2000啊 要是選500塊叫我過一整天 我選藍色 好好玩喔 好像在玩密室逃脫喔 對啊 我覺得還不錯耶 而且我不用動腦 來看信封2是什麼 什麼東西 他說選好之後 請穿著剛剛選的顏色服裝 開始今天的約會吧 我們已經穿好衣服了 我們穿好衣服了 不要 好啦 我們今天就是要乖乖聽話 啊 我們扭仔外套 我們先換衣服 OK 好 藍色 你沒有這必要是藍色嗎 彩色 怎麼會是彩色 彩色女戰士 繼續 看看他們要我們去哪裡 在一起兩年多 在走上老七老七的路上 有多久沒有站在衣櫥前 猶豫不決的思考 今日的情侶妝呢 今日就讓彼此重回當初 帶點曖昧&心動的約會吧 老婆你剛剛看鏡頭的時候 傳卡把它擠出來了耶 真的啊 抱歉 很會寫耶 這個是Tenny還Tenya寫的 這好像是Tenny的字 大家換好衣服後 請拍下今日的OOTD 並開啟信封山 好囉嗦 我們現在去拍OOTD 這是今天的OOTD 信封山 走吧 一起去日本 哇 他們要訂機票了吧 像你知道不可能 我老婆很喜歡認識風格的地方 他說這樣的環境會讓他覺得特別舒適自在 他有講2020年2月26號卡洛林獎的耶 哇塞 他們怎麼知道 發IG吧 很厲害耶 12點抵達這個地方 不知道是哪裡 好像是東門 請在出門前打開信封室 出門前很多事要做耶 對啊 快點 我們快遲到了趕快 信封室 登仁請回頭看剛剛選的顏色 卡上的數字 並按照上方的數字 很期待不多不少的現金 做為今日午餐的餐費 喔 我當初選2千塊啊 拜託選500塊怎麼吃 現在物價很貴的耶 請在完食之後打開信封室 那我們出門吧 出門囉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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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0號了 10號就是 阿不就還好我們選2千塊 請問500塊之後 日式出席壽司是要吃什麼 我跟你說天麗超白癡 我剛剛一直問他說 定位的名字是誰 他跟我說 荷掌春 去春春啊 真的是好笨笨喔 我們來登記市的荷掌春 我想去真的荷掌春 打高高我們每天會去 好 對對對 我覺得今天有什麼關係 不會吃到的 妳要吃一半嗎 沒關係給妳吃 看起來很棒 對啊 我自己都很怕 對 我知道 看貝貝吃東西是很享受 你怎麼會一整口吃啊 你會跟我吃沒關係嗎 你可以分兩口啊 好吃 好吃的書是在 這裡 有兩車欸 好划算 這樣一帶五很划算喔 沒有這種 東西 醋 我剛剛沾醋 然後我剛剛吸它 我就吸到一堆醋 生蠔 滿鮮的 沒有什麼味道 我還可以再點嗎 可以啊 可能有兩千塊 這家很棒耶 賣的都不貴了 放那麼澎湃 這個是炙燒比目魚還有鮭魚凍 他說是炙燒比目魚那種韓鮭魚 但他在韓鮭魚的韓很多 鮭魚也是水滴冰耶 所以真的 好棒耶 謝謝天妮幫我們找那麼棒的河打川 他們的牛奶費好大喔 這個通常都賣超貴的耶 他這樣三顆才賣180耶 通常都會賣到兩三百耶 真的好久沒有跟老婆 平日出來吃遺產喔 除了去度假的時候 以後可以常出來怎麼樣 只是會花比較多錢 花錢買快樂 這樣才會更努力 有專程的動力 太了破了 現在吃完了 然後可以準備來開地圖的花片 吃飽後我們要去下一個地方了 請選擇一首喜歡的歌 作為下一個地點吧 喔有三個選項 你朝我的方向走來 Joanne爸爸的 多圈 你又加的 那些年 請依照首選的英文字母開啟向對應的信封吧 那你要選哪一首 你選 那我選 Joanne爸爸 你就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要開A信封 欸這好有趣喔 那其他地方就不能去了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二樓 這是我們等一下要去的地點 然後任務是牽著彼此的手 順利滑一圈 滑一圈 會不會是什麼溜冰之類的吧 不會是溜冰場 你會哭喔 我會哭 我會很開心 我會很開心 然後完成任務後 請開啟信封流 欸我會哭吧 如果是溜冰的話 我會哭 好玩好玩好玩 我覺得任務也會到這個地方來 我們現在跟著任務卡來到了塔巨蛋 我們附眾望的是我貝貝最喜歡的冰箱樂園 我們終於要一起來溜冰了 因為我老婆她都不敢溜 所以我們在一起兩年多 我們都沒有來溜 我好想溜喔 你如果跟我講你很想溜 我就會來好不好 沒有 你就在那邊說我不敢 我不敢 我怎麼好意思一直說很想溜 現在是任務所需 我必須來溜 對 而且我們必須溜一圈 而且我們要牽著手溜 你要保護我欸 她每次都會說好我牽著你溜 然後讓我跌倒 你自己跌倒 走啦走啦走啦 走又滴場了 你幹嘛不動呢 幹溜 不行啊 你跟我說還要牽手溜溜的 好冷啊 牽手真的好冷 趕快穿啦 我們要試試看啊 我們要嘗試看看 好 好 謝謝 小貝貝塗中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我也猜好了 要把你的小貝貝滑冰處體驗 可以啊 你很穩啊 可以啊 你很穩啊 這裡有東西給我扶嗎 有啊 我們等一下進去可以扶側邊 你要扶好我 你真的要扶好我 你真的要保護 我會保護你 我爹到底要躺在我下面 好好 欸 他好厲害啊 他連自己這樣溜欸 我的天啊 不行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好難喔 他已經溜一圈回來了欸 好快喔 你怎麼那麼快就回來啦 哇 你好厲害喔 你還會轉圈欸 你有看到我撩喔 有啊 你怎麼還會轉圈 啊 我也小時候溜冰欸 好好喔 我好厲害 可以的 老婆蹲下 他腳要怎麼動 就是蹲著然後一隻腳滑一次 我在你旁邊沒事 老婆相信自己耶 小妹妹都可以 你也可以喔 你先一隻手扶就好 等一下 我不要一隻手扶喔 你這樣輕輕的站著就好 可以的 我可以啦 我可以喔 看我們兩個小時會不會都黏在這邊 他要生氣了 你要放棄了喔 不是要跟我一起留一圈嗎 對啊 Vella無法享受這個感覺 太難了喔 可是有很多人很漂亮耶 你可以有興趣然後也努力就可以進步啦 你沒興趣也不想努力 對 那你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來找你 老婆怎麼很可憐的樣子呢 這輩子第一次對不對 第一次 第一次跟誰 老公子 你就這輩子第二次而已 多來玩就好啦 你看我現在好像一個棒殼喔 好棒 老婆你剛剛有心動的感覺嗎 剛剛有溜太快然後要停下來的時候 老婆在前面把我抱住 很像偶像劇的情節 我們那個有兩次還是三次 他就這樣子 對然後我把帽子拿回來 有那個社內相親的大老闆的感覺 我老婆一 我老婆說要常來溜冰 因為我發現會溜冰的 那些小妹妹她們的腳都好細好長 重點是很優雅很漂亮喔 常來的話看會不會變得比較瘦一點 然後腳變得比較長 線條拉長 我腿應該都會抬不起來 我們最後一張卡片 這是第六張卡片 你希望最後一個地點是什麼 吃大餐 又吃 出國 不用工作一個月 恭喜你們完成今天的挑戰 以下請依序對鏡頭說 分享今天約會最真實的感受 剛剛不知道要去什麼動物園玩喔 就是講話講講講 我覺得今天是平日很不錯 因為我們平日其實都會特別在家裡工作 不太會出門 其實好像平常也可以這樣出來一邊工作捏 覺得蠻愜意蠻舒服的 因為我們就覺得今天在拍影片 所以也是工作 我們就非常合理的都不用手機 所以我就會覺得 順便約會 剛剛就是很認真的跟老婆約會 這樣很棒耶 我有時候要常常這樣子 然後Tanny就找不到我們 我自己是覺得 我們平常都在家裡工作 然後今天這樣出來玩 其實蠻開心的 你是只要出來玩就開心 還是因為今天是工作日 所以出來我還開心 因為今天是工作日 可是可以出來玩 我開心 第二題 今天最開心偶爾最痛苦的環節 我先講我先講 今天最開心的環節應該就是 我比較會溜冰的 但最痛苦的環節也是 今天來溜冰 跟我有點像耶 我最開心的環節是 帶著老婆溜冰 最痛苦的環節是 帶著老婆溜冰 我就不能暢快自由的溜 但是可以讓老婆進步 可是老婆進步我有開心 雖然剛剛貝拉中途一度放棄 然後就說她要在坐在座位上 叫我自己去溜 然後我就跟她說 那很無聊 然後她就來溜了 等一下不是說我無聊 然後我就下去溜了 可是我們就溜得很好 最後是 大家喜歡這次的企劃嗎 不喜歡的話Tanny就離職吧 不喜歡的話 這都是Tanny安排的約會 大家可以去找她抱怨 開除Tanny 大家很煩 然後她叫我們展這個 記得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唷 我們明明平常就不會講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將影片分享給更多人 人 呦 呦 你講話是有什麼障礙嗎 最後一章 孫風小精靈 下次見 我以為還可以約會耶 我有點想去吃冰淇淋 真的 我們等一下可以去吃冰淇淋 現在就是自己隨便約會了 但我覺得今天的行程都 有吃有運動啊 但吃真的讓我蠻驚豔到的 因為它真的蠻好吃的 那我們現在先出發去找冰淇淋 進去約會 進去我們自己的約會 進去 它很飽 嗯 好啦 掰掰 有這個 我們 這下